这是因为一部电影而出名的一道甜品 在电影的设定里面 它是一家名叫曼德高饼店的招牌甜品 它是由大中小三个泡芙组合在一起的 每个泡芙上还淋了不同颜色的糖霜 据说这个泡芙是德国的一位甜品师 专门为这部电影而设计的 它的灵感来源于修女泡芙 修女泡芙一般是由一大一小两个泡芙组合而成的 今天我要尝试来做一下这道名叫花葵泡芙的甜品 另外我还做了一个花葵泡芙的姐姐 先来做泡芙的巧克力内馅 用到的材料是这些 先把砂糖 蛋黄 低筋面粉 还有牛奶一起倒入锅里 开小火加热并不断搅拌 慢慢的它就变浓稠了 等到开始冒泡之后就关火不加热了 然后倒入黑巧克力 用这个余温把巧克力融化之后再把它们搅匀 这个巧克力卡士达酱就做好了 趁热放到容器里铺平 保鲜膜要这样贴着把它盖上 然后放冰箱冷藏备用 下一步就来做泡芙 要用到的材料是这些 把黄油 水 牛奶 砂糖 还有盐一起放入锅里 先开小火把黄油融化的 然后再增加点火力把它加热到沸腾就关火 然后倒入低筋面粉 快速地把它搅拌成团 有什么干粉疙瘩的也要把它搅散 再开中小火加热 直到加热到锅底能够留下薄薄的一层薄膜之后 就关火不要再继续加热了 把面团装到打蛋盆里 然后分次加入全蛋液来混合 这个全蛋液不一定用得完 前面几次可以多加一点 到后面就要看状态一点一点的加了 之前这一步我都是用电动打蛋器来搅的 这次我想试一下来手打泡芙 我的天太累了 我再也不想手打泡芙了 最后把它混合到这种状态 就是提起来可以形成一个倒三角就可以了 泡芙面糊装入表花袋 然后在烤盘里挤上大中小三个尺寸 泡芙顶上可以用手沾点水把它抹平 然后放入烤箱 这个面团里面它有很多的水分 高温烤制的过程中 水蒸气就把面团给顶起来 形成一个中空的状态 这个就是泡芙的原理 烤好之后的泡芙都是鼓鼓的 但是呢 这个最大号的隔了一会儿 它就蔫下去了 哎呀我才想起来 这大小不一样 烤的时间肯定也不一样啊 这大的没烤熟 它当然要塌了 这个其实也是烤泡芙 经常容易遇到的问题 然后我又烤了几个大的 但是我面团好像有几大了 这也太大了 看起来跟大馒头一样 这就是所谓服无双制 或不担心啊 最后我烤了这么多 总能选出一些大小合适的吧 然后是装饰的糖霜 先把淡青粉和温水混合 搅拌成没有干粉疙瘩的状态 然后加入糖粉 搅拌到糖粉完全吸收水分之后 再来打发 把它打发到纹路非常清晰 又稳定的状态 然后我要用这个糖霜 做一顶帽子 等糖霜完全干了之后 这个帽子就可以用了 然后来给凝面的糖霜调色 凝面装饰的糖霜 可以在里面加一点点水 调到合适的浓稠度 蓝色挤花的那个就不用加水了 本来泡芙里面可以直接挤巧克力卡士达酱 但是我自己更喜欢轻盈一点的口感 所以我准备在里面1比1的混合一点可可奶油 淡奶油里加入糖粉和可可粉 打到9分发 把巧克力卡士达酱取出来 刚取出来的卡士达酱看的样子很丑 但是用打蛋器把它搅打一下 它就很顺滑了 把可可奶油和巧克力卡士达酱 分两次混合 现在正式开始组装 现在每个泡芙下面戳个洞 挤入内馅 快挤满的时候你是可以感觉得到 这个酱是快慢出来了一样 下面开始来装饰这个花魁泡芙 先在盘子里面挤一圈白色的糖霜 放一个大的泡芙 先淋上紫色的糖霜 抹一抹让它有一点自然滴落的样子 这流的有点快了 这糖霜好像有点太稀了 这流的怎么不受控制了 这跟想象的也不太一样 我重新调了三个里面的糖霜 把它们调得稠一些了 然后用白色的糖霜挤上花边 挤上一坨蓝色的糖霜 把中号的泡芙粘上去 之后的操作也是一样的 这个泡芙如果单独来看 感觉每一层的做工都有点粗糙 但是把它们搭配起来 就觉得意外的还挺可爱的 这个泡芙在泡芙界里面算是非常花哨的了 但是既然它叫花葵泡芙 我想把它做的再花哨一点 这些泡芙在泡芙里面算是非常花哨的 之前做的糖霜帽子也干了 把它放上去 现在的花葵泡芙 简直就像是从花丛里面走出来的一位淑女一样 本来还想给他们两个来一个合照的 但是我刚刚一个不小心就成这样了 三个月之后就成功了 再来个点 紧木叶子 这几乎的豆腐 真的白黄 酱花 蓝花 很大 然后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